各位粉丝兄弟们 你们好呀 明天应该就能看到 马桶人VS监控人正版第67集 PART3了 你们对泰坦监控王的结局 有什么猜想 你们认为泰坦监控王是必死的吗 我是超级不想看到泰坦监控王 这么告别舞台 也不能接受泰坦监控王 自大学的事情 因为我太喜欢泰坦监控王了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获取呢 作者在马桶人VS监控人的 PART2结尾部分给出了一个预告 飞鸣的时候 传来了泰坦电视人传送的声音 那么PART3一开始的时候 泰坦电视人就会出现了 它能救下泰坦监控王吗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觉得 泰坦电视人无法救下泰坦监控王 目前不少从人作者的视频 就是以这样的剧情进行制作 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我太喜欢泰坦监控王了 我不希望它能够 所以我分析应该有其他的方法 整个泰坦监控王 在细说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棒的马桶人 DS监控人第67集 PART3的同人作品 泰坦监控王还在继续磨自己的皮肤 火花四剑 马桶人博士看到大局有病 挑衅望向主视角监控人 向所有监控人联盟成员 宣告泰坦监控王的死亡 结果一个小飞弹命中马桶人博士 红光放射被打断 泰坦监控王马上停止磨皮肤 陷入虚弱状态 经过逐针播放 发现攻击马桶人博士的是一撮激光 不过攻击的角度很奇怪 是否无法解释来源呢 因为Ginman转头望向了他的左边 而泰坦电视人使用船袍将进入轮飞 不太像是泰坦电视人攻击马桶人博士之后 再移动到这个位置攻击马桶人博士 泰坦电视人的显示屏上显示出热门的字样警告Ginman 这孩子还真是听权 和其他童人作品中那种死因态度完全不同 直接就溜了 马桶人博士清醒过来 胸口的显示屏自己脱落 但是他毫不畏惧 继续挑战泰坦电视王 与他决力 屁股后面竟然多了一个喷射装置 比之前看到过的任何一个喷射器 看起来都要高级的多 双方僵持不下 泰坦监控王从背后偷袭 没用右手的援具 左手也不知道在掏马桶人博士的什么地方 气得马桶人博士放弃泰坦电视人 扭头用脸神攻击泰坦监控王 泰坦监控王又被打飞了 不过泰坦电视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放出大绝招干扰马桶人博士 马桶人博士强行挣脱后 注意细节 泰坦监控王竟然回身 用马桶人博士的爪子戳坏了马桶人博士的红眼 这一波配合打得真的是超级漂亮 马桶人博士遭遇这种程度的伤害 终于伤众不治 倒在地上被泰坦电视王一脚踩面 从此江湖上再也没有了马桶人博士这一号人物 苏语说人钱显贵 人走茶凉 不可遗失的马桶人博士终于画上了生命的终指符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马尔三桶人版本 开局泰坦监控王就直接躺在地上准备碰瓷 马桶人博士和 鸡们看到仇敌终于倒地 开心到屁股都要笑出花来 但是泰坦音响人重新站得出来 核心炮再次击中马桶人博士 但是 鸡们像以前帮泰坦音响人挡反击声战车炮一样 挡在了马桶人博士的面前 并且使用核心炮对泰坦音响人进行反击 这个时候泰坦音响人才姗姗来迟 首炮攻击鸡麦将它打偏一点点 惹得鸡麦火力全开 1234567不知道几只激光射中泰坦电视人 泰坦电视人不慌不忙展开能量队 背后能量炮发射将鸡麦打飞 马桶人博士短距离黑烟传送到泰坦电视人背后妄想偷袭 被泰坦电视人抓得正着 铜光照射时鸡麦再次支援 不过为时已晚 鸡麦自己也被泰坦电视人飞铺发生巨大的爆炸 尘埃落定 遗地鸡毛 在两版PAR-3的铜人作品中 泰坦监控王的状况完全不同 我更倾向于前一个版本 因为泰坦监控王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战斗后 已经树立起了一个无敌的形象 即使受到再怎么严重的伤势 泰坦监控王也有主族定律保护 永远都是站立不倒的天花板 可是这么一来就必须要解释泰坦监控王是怎么过去的 除了泰坦电视人直接救助外 是否还有其他的铜影子存在 在前一个铜人版本中 马桶人博士遭遇了未知的攻击 但是从能量颜色和形状来看 99%的可能性是来自于泰坦影响人 在第二个铜人版本中 泰坦影响人更是直接再次使用核心号攻击马桶人的模式 我认为铜人作者对于正版多士7级PAR-3中 泰坦影响人的状况是非常强 所以我持一个观点 在正版第67级PAR-3中 泰坦影响人有可能会成为拯救泰坦监控王的一个契机 在PAR-2当中 泰坦影响人受到的攻击性能多 除了被捕食酸液弹回到了最后一个手套外 就只剩下被马桶人博士的能量炮轰出地图的核心伤害 但是此前无数次的战斗证明 能量炮这个东西就是个玩具 看起来打得热火朝天 实际上一点事都没干 泰坦影响人后半截剧情一直躺 是受到了真实伤害很容易的规范 而且整个PAR-2都是泰坦监控王和泰坦影响人轮流输出 间隔的时间也是比较久的 正好卡在了第67集PAR-3开局泰坦影响人处出的时间段 不知道是不是情况 在最新的《时钟宇宙》第12集中 泰坦影响人使出了和女影响人一样的声波飞刀攻击 在PAR-2当中也正好有泰坦影响人 撤坏马桶人博士的雷射眼镜抛刮镜的情节 注意看细节 匕首并没有在攻击中被炸毫 而是一直紧握在泰坦影响人的手中 虽然泰坦影响人再次出现的时候 双手都没有出现匕首 但这就是不能忽视的隐藏目 戳液晶瓶对泰坦影响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 声波飞刀对一个体数天赋点满的顶级玩家 也是困难的事情 泰坦影响人受伤的方位拥有完美的事业角度 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 泰坦影响人拯救泰坦监控王应该是具有极高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也不能遗忘在场的另外一个能对马桶人博士造成伤害的角色 那就是闪电无双战神 有本词说闪电无双马桶人在坠落的时候从闪电马桶里跳了出来 所以他没事 但是经过仔细的逐针翻查 并没有看到作者埋下这个伏笔 不过闪电无双战神真的会再次受伤或者说是隐落吗 实际上是不太可疑的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对闪电无双战神造成伤害的来源 一个是马桶人博士的声波攻击 这是一个干扰技能 只是让闪电无双战神停止行动 并没有实质伤害 接着是马桶人博士的能量炮攻击 这个跟泰坦音响人不一样 能量炮对巨型单位没有效果 但是对普通的监控人还是很有用的 可是要注意一点闪电无双战神是在闪电马桶中 而闪电马桶拥有着贪比地图模型的坚硬度 举例说明就是在第54级中的电视人和监控人博士对付闪电马桶人时 使用特殊的技能和装备曝光 是为了抓住他研究 实际上是闪电马桶太强了 硬度高道无法进行物理破坏 别忘了闪电马桶人的天赋能力就是速度 攻击也是用高速度冲撞造成伤害 如果自身不是最硬的 那先毁掉的就是自己了 所以躲在闪电马桶里的无双战神 也有可能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最后一个伤害来源就是高空坠落 闪电马桶是结结实实地掉落到了地面上 并且砸出了一个大烟花 但是与第二个理由比较 砸出烟花的可能是闪电马桶 但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 至于无双战神要怎么样 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活下来 也许第六十六级 离闪电无双战神离开的时候出现 这特殊的移动特效可以解释一下 闪电马桶或许不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能力 假如闪电无双战神还活着 那么也可以对马桶人博士造成伤害 并救下泰坦监控王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 监控人联盟的中层干部能此时 正在电视人秘密基地里 而且正好就是在马桶人博士的背后 他们的战力也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泰坦监控王死了吗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下定 我因为喜欢泰坦监控王 我特别不希望看到他死掉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